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个类型修设符叫static 应该说static呢在我们的嵌入室 不管是嵌入室也好 还是大家以前学过什么Java或者是C++也好 那么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那对于我们嵌入室C来说呢 它主要还是三个应用场景 三个应用场景大家把它掌握 它的名词呢我们称之为叫静态 但这个静态呢你确实不好理解 它为什么叫静对不对 那我们重点还是把这个它的应用场景要搞清楚 那么这个今天我们来看的场景呢 主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个框架 然后随着我们后面把指针和函数讲完过后 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才会回过头来 看一下static真正的用意 那么static呢它还是修设符 既然是修设符它肯定是修设 那它们修设呢我们说它主要有修设了 修设了两大三大功能 三种数据 哪三种呢我们说第一组 称之为叫做函数 内部的变量 它可以修设这样的变量 那这很简单 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平时写成 intfun 这是一个 如果说我们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大括号 那么我们还是把它写下来 然后在这地方如果说我们平时写个intfa 那很显然大家知道这个a很显然就是函数内部的变量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一种方法把这个intfa改成一个叫static intfa的方法 那么这两种是有一个直接就相当于直接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区别非常的大 这种就是它的第一种用于场景 第二种 还是变量 还是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呢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函数外部的变量 外部的变量 怎么要理解外部变量 其实就是我们说全局变量 什么叫全局 那大家都知道 你看我还是这样 还是这个函数 intfun 然后这里头我就不写了 然后那么在这个intfa的外面 也说这个函数的大括号前面 我们定义了一个intfun 那么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把这样的a当成什么 函数外部变量 自然而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函数外部的全局变量 那么这个全局变量 当然它也可以变 变成什么呢 还是static intfa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又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这个呢 留在我们后面 整个内存的空间架构 讲明白过后 我们再来去理解这样一句话 然后最后一种修饰呢 我们说就是修饰 另外一个了 叫做函数 函数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变量 也是一种变量 什么变量呢 这个我们在后面学地址的时候 或者指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当然这儿呢 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来看一下 还是之前我们这段代码 我们来看 我们把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不取它的词了 因为为了编译通过 那么我们在这个下面 我们多加一行吧 printful 就是说我们还是想去看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看什么 我们还是以实镜子方式打开吧 那么看什么标签 我们看mile标签行不行 就说你看这个mile很显然是个函数名 对不对 这个函数名称可不可以有值呢 或者函数的名称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也可以认为它是种值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编译 编译过后它有一个警告 这个先不管 因为毕竟类型是不一致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把它运行起来 好 大家会发现 确实是有一个东西的 确实是有一个东西的 说明这个函数名而且还是可以什么的 可以看的 只是看的方法不一样嘛 我们看了现在乱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但至少我们这是这个警告 并不是个错误 说明函数名称是可以看的 对不对 所以那函数名称可以看 那其实函数不就相当是个变量吗 跟A是平级的 A能修饰 那么函数名能不能修饰呢 也能修饰 所以说函数的什么呢 函数的修饰符 函数的修饰符 那么怎么理解呢 你看就相当于我们还是这样写 比如说我们写成 intfun 这是我们的一个函数 那当然它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基础之上 再加上什么 static intfun 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函数修饰符 这种方法呢 尤其在内核开发中 或者是内核原代码中 你会大量的看到static 因为这个呢 在我们一般来说 多文件工程编程中用的非常多 大家如果普通平时 编一个Hello World 或者加减称出一些小代码来说 可能这个用的比较少 但是工程中用的非常多 工程中用的非常多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再看后面几个 后面几个 一个tunnel跟static 刚好相反 static叫近 那么这个一个tunnel呢 我们有点像把它往外走的感觉 所以叫外部声明 外部声明 好 那么这个外部声明一个tunnel呢 主要应用还是在什么呢 在声明 也就是说主要在全局变量的函数中使用 那这个呢 这个关键字和static关键字呢 都留到我们在内存空间的框架结构建立过后 我们才能去理解这个 这两个关键字的一个具体使用 然后const我们这来说一下 const呢 我们先把它这个关键字的e先说一下 它代表的实际上就是长 或者说长量 长量的定义 这个const呢 应该说是c元的一个 应该说c元的一个软肋 或者说c元的也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一个关键字 有点像regest的感觉 原本初衷 const在定义的时候呢 是希望定义成长量 什么叫长量 不能写的 不能改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定义一个const int a 然后让它等于一个比如100 对不对 那a是不能变的 a是不能变的 因为你常常告诉你 这a是个常数嘛 对不对 但是呢 c元由于啊 在设计 或者也不能叫设计啊 就是它考虑的并不是 并没有特别深 就是它编辑器还是按照内存思想来考虑的 所以const呢 我们反倒要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就是编译 就叫做止读吧 应该说止读的变量 就是说它去可以修饰一个变量是止读的 但是这个量可不可以变呢 还是可以变 也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某些方法 帮我们把这个 直啊 改变一下 那么很 其实啊 就是说我们你都会发现啊 就是在我们c元 不管c元还是其他元啊 其实无外乎就是在内存中操作数据啊 如果我们有个办法 虽然说我们看 我们这 我们把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数据如果放在这个区域 而这个区域呢 我们称之为变量区的话 那很显然这个变量区的属性 是不是rw 就是你既可以读 也可以写嘛 对吧 然后呢 那如果说我们专读又开辟一段空间啊 是止读空间的话啊 止读空间的话 那么也说这个时候我操作这段空间是不允许的 所谓不允许操作系统不干 对吧 那么你现在问题来了 Const你觉得是在rw中还是r 所以这个我们要看 Const修是这样写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叫做止读的变量 也说还是rw 只是我们在编译器的时候呢 在编译的时候是不能显示的修改 什么叫不能显示修改 就是说我这儿直接写上a等于200 行不行 不行 那编译器帮你看 但是我有没有办法把200敷进去呢 我们说是有的 是有的 那么原因就在于它还是变量 并没有起到真正常量的定义 这个呢 还是在等我们指针学完过后 我们通过指针的技巧 然后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去修改它 那么其实我们在说到这儿 也在提一个新的概念叫内存泄漏 内存泄漏 这个呢 在我们不管是底层开发的人员 还是大家做安卓类型开发 可能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内存不能泄漏 只是Java呢 可能要好一点 他对一些 因为他毕竟做了一些处理 像C的话 如果我们程序员不考虑的话 内存泄漏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甚至来说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个意想不到有可能是 你成为黑客的 应该说是一个必经之路 那么就说你对内存的一个理解 好 这个Const我们先提了 它只是指读变量 具体呢 我们还是要留到指针和内存空间建立过后 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东西 那我们再来看